大概类似像这样 把它做出类似像 上面专案名称叫做 九九之二成果展好了 因为这个是音艺成果展的需要 不然说真的我们其实 这个要缴交作业好像还有一点困难 因为还没有真的有很多的图可以交 不过为了要交一个作业 所以我们就这个地方专案名称 就可以九九之二成果展 那图号的话就给001好了 底下就把你的名字 我的名字 还有今天日期板桥分架 把它打上去 发现好像有些同学 打字的功能都有点陌生 因为这个可能跟一般货的操作上 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不过大同小异 你只要注意到就是A点下去之后的话 记得它也要拖拉 点第一点再点第二点 这个是它的范围大小 然后你再去决定什么 决定它的字型 因为这个范围档里面已经帮我们设定好 CC就是英文的 KK就是中文的 那你再去选择看你要什么样的字型 当然除了标凯体习惯 你大概可以选别的 大小大概四或五左右 自己再去挑选 这打上去之后再移过来也可以 或者你干脆直接在那边框也可以 就看各位习惯 那这边做完毕之后的话 接下来就把它做一个save 把它存档 存档之后 那这个档 我们就完成我们的底涂 可是因为它是2D的 不像3D直接涂可以放进来 我们就可以做出涂 所以稍微麻烦一点就是说 再来我们必须要再开一个新档 开一个新档之后 请你自己找四个涂 反正放上去给它一点颜色就好了 反正至少是彩色的 不要黑色的就可以了 因为其实我们这个 目前大家还在入门阶段 你要说要做得很漂亮 其实还有一点 还要一点点时间去磨练 那就找大概四个图档 接下来这个四个图档 我要在配置里面 怎么样把刚刚那个图 我们那个配置好的图 套到后面去 并且再利用所谓的四步去放大 放大